昆蟲島 昆蟲島 蔣安蓉的昆蟲島 嘿! Yo! 這個是蔣安蓉的昆蟲島第四集 而且剛好我們第四集要討論一個很刺激的問題 也就是台灣人上線聊天的壞習慣 什麼壞習慣呢? 很多人知道台灣人上FP有一個現象叫做圖文不符 也就是比如說 剛睡醒了,好累喔 唉唷! 今天天氣好冷喔 今天出車禍了 啾咪 可是,除了這個很奇妙的行為之外 我發現台灣人還有一個現象 就是喜歡在很平凡的情況下 放很強烈的表情 那我承認,美國人有時候也會這樣做 就比如說那個LOL 也不是那個現場遊戲 是聊天當中的那個LOL 本來的意思就是 laughing out loud 也就是笑出來的意思 有聲音的笑 可是現在呢,很多人用它就是像中文裡面的那個柯柯 呵呵 而且有的時候它根本沒有好笑的意思 它可能就是想要表達 啊,我這個人我很隨和 所以我不會把這件事情當真 欸,那不然呢 老,你下次有空 老,我們就一起去吃個飯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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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啊,不好意思 我已經有男朋友了 好 那我覺得LOL已經無可救藥了 可是那些現象的表情還有舊 所以我今天要教你們台灣人最常用錯的兩個表情 第一個就是那個XD 或者有時候還有XD 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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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情況吧 它跟LOL一樣本來是很好笑的意思 就是超級好笑 我就是要閉起眼睛笑起來 啊,太好笑了 可是現在我發現台灣人隨時都可以用到它 很奇妙 就比如說我有一天跟朋友聊天 安榮哦,我最近開始在日本料理店上班 你要不要交時間過來吃好吃的 哦,好啊 我下次找朋友一起去看看吧 我看到那個表情的時候 我真的很難理解 有那麼好笑嗎 還是就是你很開心的意思 還有一個更嚴重的 有一天朋友傳來跟我說 安榮哦,你最近好嗎? 你去我考的時候會不會很忙 對啊,我考試超級忙的 類似人了 好啊,好啊,好啊 那我們就等你忙完了之後再約一約 好不好 那我問你們 到底為什麼要放這個表情啊 我看到的時候我真的有一點生氣了 對啊,我就是很忙,我很辛苦 很好笑嗎? 不要 不要想我好嗎? 第二個最常用錯的表情 就是那個很驚訝很驚訝的表情 蛤 其實我發現台灣人現實生活中也是很喜歡 翻譯很大 就比如說你聊到一個很普通的事情 我跟台灣人聊大概是這樣子的 欸,你知道嗎? 美國的7分小小的 髒髒的 臭臭的 沒有人去 真的假的 怎麼會這樣? 然後同樣的話題跟美國人聊大概是這樣子的 欸,你知道嗎? 台灣的7分超級方便 什麼都有 我在台灣的時候每天都去一次 是喔 是啊 不錯喔 這兩種反應哪一個比較好呢? 我真的比較喜歡後者 我覺得台灣人很誇張的反應 感覺有點假,有點不真實 如果你們真的覺得無聊 那你就直接說嘛 對吧 為什麼要裝 而且這個問題線上聊天的時候變得更加嚴重 就比如說有一天朋友傳LINE給我說 欸,安榮喔 你在外面嗎? 沒有啊,我在家啊 我以為你會在外面 我跟你們說 我那天看到那個表情 我真的生氣了 我想說 那對啊 我就是喜歡宅三家裡你想怎樣 為什麼要批評我 對吧?也沒有那麼奇怪 那那些很驚訝的表情 到底什麼時候應該用呢? 就比如說 寶貝 其實 我是 男生 媽媽 我長大之後 想要成為動物標本博自私 你有看到我的狗肉麵嗎? 我剛剛放冰箱裡找不到 所以呢,你們下次上線聊天的時候 如果要放什麼圖案 可以稍微的省重一點 小心一點 這樣大家都比較好過,對不對? 好啊,那這次昆蟲島就到這裡了 喜歡你們會喜歡 要記得去我粉絲專業按讚喔 而且如果有什麼問題要問我 要記得在影片下面留言 這樣我就可以回答你們 好,那下次再見喔 好嗎? 好嗎?